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香港书展活动时表示 特区政府会透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为出版界继续争取更多在内地特别是大湾区的发展空间 他又表示中央政府的十四股规划支持香港发展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相信出版界能够就此担当重任 未来将会有更多发展空间并善用资源 香港创新级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正与内地及澳门相关单位 研究其身份认证系统与香港一站式个人化数码服务平台 至方便的合作空间 例如利用电子证书护认机制推广跨境电子商贸应用 便利香港居民于不同地方包括大湾区内 使用至方便登入各类网上服务 进行网上交易以及做出具法律效力的数码签署等 由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 受全球性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影响 今年澳门雇员信心总指数较去年同类调查结果下降了5.5% 满意度总指数同比也下降了7% 研究团队建议在经济紧张时 务员要学会利用时间和机会 拓宽业务知识提升业务能力 企业在艰难时期应加强员工培训 提供充电机会增强信心减少不确定性 广东和澳门两地的货物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 15号开始试运行 两地政府官员日前为此举行第四次工作对接会议 平台是要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并由海关总署和国家口玩办统筹 粤澳两地多个政府部门共同建设 以电子化信息化手段 为内地出口企业和澳门进口企业的货物通关提供便利服务 减低贸易成本 加快通关效率 促进区域通关便利 7月1日以来 深圳港口日均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超过67000标箱 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深圳海关表示 对疫情冲击的快速有力应对 进一步增强了深圳港口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各大班轮公司挂靠航线不仅恢复正常 东西部港区还各新增三条外贸航线 佛山市顺德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草案日前已编制完成 根据发布的公司内容 顺德将重点加快再建轨道建设 推进与广州地铁网络全面对接 规划引入广州地铁26号线32号线等五条线路 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 完善于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佛山新机场等航空数纽的交通衔接 顺德将主动参与大湾区静和深化与港澳的开放合作 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广佛全域融合发展